足够的灰狗 掌痉 防止水晕 OK,老师刚才讲的那些天地神啊 然后讲到那些所谓的 七门遁甲是什么啊 什么运用啊? 禪符啦,有没有 可是这种啊,你知道吗 大部分的观众都只是 听到的时候都讲 哎呀,讲罢了嘛,有没有 然后到底真的有没有实际的案例 可以让我们去参考 可以让我们去学习这样子 可以啊 所以我们特地找几个跟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然后来到现场 Come on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环节就是会有啊 这个不同的人来告诉你 然后你就看他 用这个奇门论甲 你去看他的他想要问的什么东西 然后去解答他的答案好不好 没问题啊 好 这样子我们就进入这个环节 接下来我想做一些投资 然后是比较关于的 像外汇或者是一些金钱上面的投资 适不适合 其实目前为止 我看到你从奇门盘来讲的话 或许你在身上真的有多一点的充费 然后呢也不知道想说 要怎样把这些钱财方面去玩和去 可是我从你在这边看呢 其实你在这个外汇来讲 我是暂时不适合行吗 不适合 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是深入下去了解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 你没有一个方向 比如说你在忙碌的人去投资下去的话 你会有一点对 然后钱财方面会有一点进步 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要很小心 现在这行业到底是不是适合我 其实你比较 你现在是做这个行业是比较 多数技术系的工作嘛 就是媒体的罗 就是网络媒体的罗 网络媒体的罗 其实算是一种技术的工作 其实是蛮适合你的啦 可是呢你每次都会想 你有一个状况想说要 图复自己 想要去了解更加多东西 你想去深入深入下去 每一样东西 就有一点迷茫 不懂到底是什么 其实你刚刚冷静下来先 你再问个自己 其实你在这个地球市场里面 这个 这个 里面可以得到什么这样的领域先 想要知道我自己的方向 看有没有方向啦 方向其实是有的 你现在是处于一个处境里面 是不只要往而而去 可是呢 其实我在奇门盘看到你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你未来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来的 我先证明啊 你其实以后是一个做生意头脑的 你应该是往 你应该还没有找到你自己要的方向先 想问管理 其实最近做不是很顺利 所以先要问个目前遇到的状况 那些 嗯 OK 从奇门盘的确是看到你现在的工作范围来讲的话 不管说人事务方面来讲的话 也不只是工作而已啦 在你的处事每一件事情来讲的话 的确有遇到一些阻碍 OK 其实这个时候很简单 你要去做法 OK 你要讲 这个时候呢 你要先去守着先 因为其实我可以看了你这个奇门盘来讲的话 你这一两年来讲的话 你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你出现 我现在是做 网维丢的栏 然后我以后要换去做价格上的东西可以吧 价格不适合你 噢 那什么适合啊 其实你应该继续在你现在这个范围 其实by right 你应该要去做旁途路面的工作比较好 其实在工作领域方面来讲的话呢 你你你讲说去做事实来讲的话我觉得不适合 因为你会做的越来越多压力 所以你在工作领域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你你不应该去做事实 OK 谢谢你 想问老师一下 我觉得最近给人做做一个生意 做做一个吃的生意 大概七八个月左右 嗯 想问一下 这个希望老师指点我 应该是要夹住去做吧 还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还是就是王飞鸿 你有这个王飞鸿面头的话 我就有点担心 啊没有没有 就是只是几个选择 OK你放心了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 让我从其门盘看到的话 你目前为止是面临的一些 生意上没有客源进来的状况出现 因为其实你生意上不是讲说没有进展 其实是有进展 只是很slow progress 你一直没有看得到东西 然后你又是很紧张 然后说快点可以给我 可是你不用这样讲 现在它还没有将快到 嗯 其实你要看的话 大概是要年尾的时候 你就看到很多 明年年尾吗 没有 今年年尾 圣诞节礼物 对 你在圣诞节的时候 好像接近十一十二月份的时候 你就会看得到 你要的那些 把他出来 你的成果全部出来 先守 守在 对 而且你不要去expand它 我刚才有听到你讲什么 你要去expand它 其实你expand是错误的 因为你在expand它的话 你会增加你自己的福 我刚才讲的 只是一些 几个反射的 几个反射的 其实在expand来讲 是不容易性的 嗯嗯 哇老师 不讲 还真的 还不相信 一讲了 真真都是到位 再次的谢谢我们的老师 Jacky Lee 谢谢 谢谢 太感恩 好 这点是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 Renor Metal Physics 带给很多观众的福利 所以就记得点赞我们 订阅我们 跟分享我们的频道 好不好 好 因为这个节目真的会非常非常多 可以帮到很多 普罗大众 帮到你们的 可能是生活 一些问题 或一些命理的东西 或一些欺难杂症 一些烦恼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的 Renor Metaphysics 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